這個半局上場這個球 打到了右外野方向 還是不夠遠 有一點微微的逆風 風吹回來 吳憲瑜目前擔任右外野手的工作 投手方面 這時候是換上了被號55號的金真誠 這是專門關門的 但是不是管理員 他是Closer 球隊當中的二軍Closer 這時候是面對余德龍 余德龍在這場比賽 第一次的亮相 第一次的上場來打擊 取代葉竹萱 今天葉竹萱三次打擊都沒有發揮 55號的金真誠 去年在二軍的Future League當中 49場的一個出賽 20次的救援成功 是他們在二軍救援最多的選手 防禦率是2.14 46又三分之一局 只被打了 26隻安打 而且重點要看他的K攻 49K 缺點是保送稍微多了一點 投了24個保送 4勝1敗 20次的救援成功 不過球的威力還是有 所以說整個的 球的尾勁 跟迷惑打者的能力相當不錯 你像這個球看起來是 好球的勁 但是很快的往下掉 而且他46局只被貓兩隻拳了一打 這也是KROSE很有力的地方 金真誠 這個球又打成了一個飛球 關門還蠻快的 已經關了三分之二了 金真誠 也是轉隊選手了 也就是說過去呢 他也已經有其他球隊的一個資歷 04到06是SK飛龍隊的 09到11年呢 他是奈克森英雄隊的選手 1985年出生 所以也是比較有 等於是條件 他也是比較有資歷的 所以被這個金總教練呢 定位在做關門 那去年就是在二軍 幫助球隊來做 這個守護神的這樣的一個角色為主 現在面對第七棒 球球打成了一個界外 謝宣任 來出 看熱身賽的好處就是 一場比賽裡面 你會看到 平常不會看到那麼多的球員 可能看到兩場的量 可以說是人用的比較多 而且大家也不會太去限制 說一場只能登陸幾個人 就這一球揮空 這個金真誠呢 今年是不是在正式 NC 登上一軍的 正式比賽呢 他還是 能夠在這個救援工作 有好的發揮 那就持續大家可以來關注一下 他的球是屬於低角度的球 的迷惑性比較高 突然投出來以後 在低角度的時候 會往下乘 這個球是蠻有威力的 兩好兩壞 速差配合得也不錯 速差配合得也不錯 在二軍呢 確實他的這個備安打率 真的是相當的漂亮的數字 而且三陣率也有不錯的水準 一舉差不多一K了 對 甚至可以超過 就這個球打到 但是投手正面 傳上一壘遭到的刺殺 也結束了這一場 難得的一個對抗賽 中場呢 客隊NC恐龍隊呢 就以9比2 擊敗了 南明哥討人隊 贏得了勝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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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